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世卫部在今年8月挂牌 我们期望能够成为莫达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这个马达要协助公司部门都能够强化任性 提升服务品质跟效力 在产业署方面 我们就是要协助各行各业数位转型 产业署挑了RISE RISE 四个字作为业务推动的主轴 要整合产业跟社群的力量来驱动创新 R指的是Resilience 任性 意思就是说要有充足的基础建设 碰到各种新兴的挑战的时候 数位工具都可以帮助大家及时应应 而且从打击之中来强化 I 则是Integration 整合 就是整合各个部会的资源 协助产业找到最好的数位转型路径 S 代表Security 就是安全 资安就是国安 我们要把资安的产业的能力 转化为产业的资安的动力 那么 E 则是代表 Empowerment 赋权 就是要把数位服务应用到每个角落 各行各业之中 让原有的产业激荡出全新的火花 而且透过数位营运的思维提升每个人的效率 数位部就是有点像政府内部刚刚成立的新创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 包含云豹育成团队在内许多投入新创事业朋友们的心情 我们没有包袱迭代式的滚动调整 我们会持续尝试新的做法 示范应用在我们的工作中 再向所有其他的中央地方政府部门来推广 那么协助产业发展的方式也是一样 我们持续了解各界的需求 开展各种大沙盒的辅导机制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自己就不怕犯错勇于实验 把各位新创的想法在我们自己边率先试用 这样子才是数位部发展全民数位任性的核心概念 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祝福活动圆满顺利 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Live long and prosper